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谨慎理财快快发财 大家好欢迎收看客新闻 我是Shanah 三星和台积电的半导体竞赛持续较劲 三星更曾发下豪语要在2030年之前成为龙头业者 把我们护国神山放在哪里啊 不过韩媒认为三星赢不过台积电的三大主因是 投资金额 技术良率和客户信任等问题 传闻三星为了追上台积电的脚步 赴美设厂最快下一季就会拍板 预估每月的产能约3万片 紧追台积电较劲以为浓厚 日前台积电意外遭到大膜降频 我的课新闻有介绍大家有没有去看 不过另外两家外资力挺台积电 给予优于大盘的平等 目标价上看到780元 分享这则新闻给大家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可新闻我们下次见 拜拜